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日明人 我们即将为您播放刘卫茂牧师的《清晨甘露》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见美好的事就一直在我们的面前 上帝把美好的事放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礼拜 也是我们诗篇可能就是暂时会在这个礼拜结束 那也许以后再读诗篇2 那感谢主的恩典 那今天我们要读诗篇89篇 礼拜一来读诗篇其实是蛮好的事情 这一篇诗篇因为比较长 我们今天我们就只有选世姐圣经来读 好不好 十四节八十九篇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八十九篇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持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知道向你光芙的那你是有福的 耶和华阿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的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必被高举 那诗篇里面有一些的词 有一些不是很容易明白的 因为是诗歌嘛 本来诗歌就是这样去会议他 会议他 那他一开始讲到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世界很多的人用公义 用公义好像来 好像他做的事情都是公义的 那弟兄姐妹其实公不公义呢 不是哪一个人说的算 弟兄姐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公义的 很多人用公义来表扬 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都说他是公义的 那其实真实的事情是什么 只有上帝才是真实的 因为他的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的行在你的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主 他就是这样子 他是真正把公义放在座台 他的治理还有他的权柄的根基 就是在他的公义 弟兄姐妹感谢神 只有我们的神是真实公义的 那我们在他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慈爱和诚实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 上帝还敢把慈爱诚实给我们呢 因为神是公义的 这个公义是说什么呢 耶稣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替我们还了这个罪的债 叫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神呢一罪不两罚呢 他既然把这个罪罚在耶稣的身上 就不罚在我们的身上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那接下去他说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你是有福的 我今天我就特别要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欢呼 向神当向神欢呼 那为什么要当向神欢呼呢 他说当向神欢呼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他用他的公义公平做他的保住的根基 然后用慈爱诚实来向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向神歌唱欢呼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 那接下来有一个祝福 他说纳明是有福的 纳明是有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向神欢呼的 不知道你一生当中有几次呢 欢呼的经验 可能对不起 可能是十次 可能是这个五次 可能一次 我见过有一个政党大选圣选 那龙虎宣天 最后圣选人出来 会场呢 这个嗨到极出 上万的人呢 在那边 好像对着圣选的领袖 就大声的判斧 说动算动算 那个灯光 LED的灯 吹出来的雾气 哇塞 那个会堂 嗨到极处 这个道送算 哇 整个声音都是动算 动算 还好没有讲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像呢 大多数人都在那边也觉得 好像我们将来的美好的日子 就已经要领到 因为我们胜选了 我们的未来一定是非常美好 那给我们姐妹是还是不是 过了几年 就会小的 就会小的 我记得 这个 我们有一本书讲到希特勒 希特勒也是一样 哇那更厉害的 那是全国的 哇全国这个 成千 成千上万的人 哇那些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十几岁的 二十岁的 哇都是拥护希特勒 哇他们在那边宣 宣导 哇那这个 那不得了 那个场面 更是我们不能想象 但是 神几何时 希特勒把他们带到最后 进入一个可怕的 第二次世界的大战 使得许多的年轻人 就埋捕在沙场的里面 不但他们受了很大的苦 而且也叫许多人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向神欢呼吧 因为只有我们神 祂是以公平和公义 来做祂的保住的基础 只有祂才是真实的正义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子 当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 祂说那你是有福的 我们到底有什么福呢 那弟兄姐妹 第一个福就是 我们要行走在神光中 神脸上光中行走 在神脸上的光中行走 弟兄姐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天 都可以活在神的恩惠慈爱的光中 在光中我们能引导 在光中我们会得到智慧 在光中我们会得到盼望 在光中我们会得到盼望 在光中里面 我们就不再有惧怕 我们会得到那个智慧的话 智慧的智慧的理念 让我们可以一直的行走在 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的里面 那第二个祝福呢 就是在这个十六节 他说他们要因你的名 终日还乐 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欢呼 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 我们要因为主的名 我们要终日还乐 我们要终日还乐 因你公义得以高举 那终日还乐 不是说白天很高兴 晚上也很高兴 而是说在顺境跟逆境当中 我们都一样可以喜乐 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 在困境当中知道 祂是我们的救援 在顺境的里面 知道祂是我们的保护 祂是保护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向神欢呼 我们就会被提升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的成就 都会彰显在人的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常常向神欢呼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祝福 圣经义许我们 祂要叫我们做手不作为 叫我们居上不居上 所以弟兄姐妹多色美好 我们要让我们常常来 向我们的神欢呼 那第三个祝福 是你的荣耀要成为 我们力量的荣耀 你要成为我们的荣耀 力量的荣耀 这句话有一点点难明白 反正你就要知道 上帝呢 祂用祂的荣耀要 要护必我们 弟兄姐妹就是上帝的同在 他会成为我们这一群的人的保护 他也会进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如果你经历过神的同在 你就会知道 那是极其美好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神的同在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个同在就是那个荣耀 那个同在就是那个能力 那个同在就是信心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了解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成为一群神所喜悦的人 那医师就说 而且我们就会被神高举 他说我们的脚必被神高举 弟兄姐妹脚是代表什么 脚当吹号的时候 就是代表得胜 神的灵在他们就吹脚 当他得胜的时候 他们就吹脚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 弟兄姐妹三个祝福 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会行走在神的脸 神的脸 神的脸的光中 我们行走在祂的脸的光中 第二个祝福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终日欢乐 因为祂与我们同战 第三个祝福 祂要成为我们力量的荣耀 弟兄姐妹 为叫我们的脚 能够高举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欢呼歌唱 赞美我们的神 每一个主日早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让你有一个做礼拜的 那种观念 不是的 我们是要来赞美敬拜神 我们要欢呼歌唱 在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 不是吗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原来我们也不认识神了 我们原来我们只是拜拜的 原来我们都是被瑕疵的 我们被瑕疵的很可怜 什么时间要干嘛 什么时间要干嘛 都是被瑕疵的 弟兄姐妹 耶稣已经让我们 从罪的奴补里面 罪的瑕疵里面 我们走不出来 弟兄姐妹不再定罪 也不再有咒诅 我们不赞美神 我们要赞美谁呢 弟兄姐妹感谢主 每一个主日早上 请你要早早的来到我们中间 鼓励你参加第一堂 八点半 弟兄姐妹 你把主日早上的时间 都用来敬拜神 都用来欢呼歌唱的赞美神 弟兄姐妹你要看见 你的人生一定会完全的不一样 这边告诉我们说 像你欢呼的 那你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上帝不会乱讲的 他讲是有福 就是有福 那怎样的有福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向神换呼 弟兄姐妹感谢主 祝福你 让你常常向神换呼 在家里面 没有别人在的时候 就打开他 现在YouTube多么方便 你就打开YouTube 那么多的赞美的师哥 敬拜的师哥 就跟他一起赞美敬拜 你累了 你就亲也可以 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一群 赞美敬拜神 以上帝为神 来欢呼歌唱 赞美的百姓 上帝一定会 天天在你里面 叫你 可以一直的欢乐 欢心快乐的 在上帝面前 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